安心香 生命殿逝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发行 那晴朗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南光的灿烂 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 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用了扮一起跳 才能发挥出力量 见到你笑 备暗的天空变得起来 等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随喜拥抱分享 亮光的灿烂 宿尔樱口ang 张呸 冰ий牛俊 比对丁二远 多疏 比丁二远 多疏 阿 比丁二远 平心无恋 啊 刚刚我们唱这个《三宝战》第四页 这个在我们修行非常重要 一开始为什么这么隆重在唱这个《三宝战》 也在这个时候做了大众的碾香主法 法师碾香供养 那这个《三宝战》是我们特别汉传佛教 可以说是最高的修行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福慧圆满 只观双运 当然首先你要了解这几句话的意思 也就是说祖师大德 把《三宝战》的金钥写在这上面 然后呢 我们用行为 语言 思想 这样观 身体 礼拜 嘴巴 撑念 心里 几位居士带我们这样 虔诚在身体做供养 那这也是我们要找到自己的 事实上佛陀是要我们 从认识自己而找到自己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往外去找 这个叫比较 你有钱 我比你更有钱 你漂亮 我要比你更漂亮 所以你车子好 我要比你更好 那往外求就苦 那是一种无明黑暗 那唯有 找到自信的光明 那你的生命就亮起来的 所以归一三宝的意义呢 是让我们脱离苦海的轮回 无明造业的痛苦 所以叫三宝是光明 三宝是慈航 那归一三宝 佛陀在经典说了 一个人 用两百年 的时间 日日夜夜 在这个世间 大布施 所以用黄金珠宝 这样布施的功德 还不如归一三宝的功德 所以在佛经里面 有一个故事 有一位 涛利天的天神 他三千六百万年的福报 享受完了 结果身体开始发臭了 头上的花 就是他头发 枯萎了 坐位置坐不住了 而且呢 天人有神通啊 他为什么升天 过去造什么因 他知道 他现在三千六百年 寿命到了 再来要去哪里投胎 他也知道 所以他就很痛苦 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 这三千六百万年 对他忠心耿耿 天天撒娇的这些太太们 天人的太太不是一个 所以他可以几百几千个 按照你的功德啦 结果呢 一个一个离开 在他眼前离开 而且去找年轻的 就是刚出生做天人的 他那种心呢 裂开裂 我想各位 你做女孩子 你老公 在你眼前 离开你去牵别的女孩子的时候 你会痛苦的要命 而不是一个 而是好多个 所以那种爱别离苦啊 没办法接受 那这个天人 他快舍抱这样痛苦 他就去找一皇大帝 哎呀天主啊 请你告诉我 我这么痛苦 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我吗 再来我可能要堕落 做畜生啊 我看到 畜生到完以后 做轨道 轨道以后下地狱 几百亿年 哇 我太痛苦了 怎么办 那一皇大帝说 这个我也没办法 但是人间有一个圆满的佛陀 如果你能够 去皈依佛陀的话 那我听佛陀说 我们天人可以生更高的天 为什么天上的天神 最喜欢供养出家人 供养三宝 就这个意思了 所以特别现在这个人间没有佛陀了 然后呢 慈戒的出家人 那是天神供养的对象 天神就可以生更高的天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天人 就在天上跪着 朝佛陀的方向 讲了一句 南无佛陀耶 他跪一了 因为这样佛陀加持 替他念了三跪一 念完以后 这个天神呢 他生命就舍爆了 那一舍爆 本来他是投胎 做一只驴子 就是一只马 一只驴子 在肚子里面 然后那一只母驴子 小驴子生出来 一生出来以后 啵 然后呢 乱跳 他就死了 那因为这样死了 那他就不用堕落驴子 那这位天神就生更高更高的天 所以各位当然能够带别人归三宝 自己归三宝 那连天神都可以生更高的天 然后一个人在这个世间 就有布施两百年黄金珠宝的福报了 这个意思 那当然对三恶道的众生 然后我们今天不是为自己归一啊 我们要带着所有父母祖先 乃至愿所有在六道轮回受苦的众生 有情一起发菩提心归一上宝 愿他们呢 都能够由世间神明成为天上的神明 由天上的神明呢 发菩提心往生净土 这是最主要的意义 那《法剧经》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我也觉得很好 有一位父亲 他每天都要出去森林里面 采一种药材 然后呢 拿回来城市里面卖 那有一天他带着他儿子出去采药材 结果回来的时候已经超过五点了 他们的城门呢 五点就关起来 古时候比较可怕 古时候真的都有罗刹鬼或很多墙头 所以每一个国家都要有城门赶快关起来 结果他踩踩踩踩踩踩太多 搬不动 结果回来的时候啊 完蛋了 哇 那个城门快关起来了 他就跟他儿子说 你先在这边坐一下 爸爸用跑的 赶快请他们城门啊 慢一点关 我们付持才不会在外面 结果他爸爸跑回去的时候 来不及了 一进去以后 门就被关起来 人家不让他出来了 就剩下这个小孩子一个人在荒郊野外 然后没太阳了 完了 鬼哭神嚎 所以开始感受到那些鬼道都来了 这小孩子就很怕 当他在怕的时候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记得有一天 他父亲带着他去鬼山堡 所以那时候他就合掌 那么佛陀耶 那么佛陀耶 当他一念的时候 所有的鬼啊 被佛的光加持 鬼随时在被火烧啦 饥渴啦 寒冷啦 热啊 结果这小孩子念 那么佛陀耶 所以每次我们 为什么碾香的时候会念 那么清凉地菩萨 当我们供养三宝香一叉 这些鬼的痛苦就没有了 就进入了清凉地 而不是在火焰里面 在大寒大热地狱 在孤独禁边地狱 或是孤魂野鬼的痛苦 所以他一念 南无佛陀耶 那所有的鬼都感受到清凉 然后呢 这个小孩子身体放光 然后释迦牟尼佛马上到现场 加持这个小朋友 让他觉得快乐 而且呢 那些鬼道得到清凉 所以那些鬼感谢这个小朋友 念南无佛陀耶 让他脱离了一百多万年 这种厌口鬼 饥饿的痛苦 然后这个小孩子念完南无佛陀耶 他觉得不会怕 但是不会怕就想到爸爸妈妈 什么时候来了 结果这些鬼啊 他心通啊 所以冤亲在主啊 各位 你在表面上 一直做功德 心里 还是有一个不好的心态 过去因为你嫉妒心 而伤害到他 那你这个嫉妒心如果在 你表面上做功德呢 冤亲在主还是不原谅 人跟人都是这个意思啦 表面上你都有 你好你好 你心里还在骂我 就不好 不爽 所以呢 但是这些鬼道 当这小孩子在想他爸爸妈妈的时候 这些鬼道得到佛陀加持了 居然知道小孩子在想爸爸妈妈 就马上变成他的爸爸妈妈 不但变成他的爸爸妈妈 他知道小朋友肚子饿啊 然后他们就派他们的另外几个鬼 赶快去城里面 鬼可以穿肠走壁的 到城里面偷谁呢 偷皇帝的食物来吃 把皇帝的盘子整盘端着 送来给小朋友吃啊 然后呢 两个鬼变成爸爸妈妈 抱着小孩子喂他吃好吃的 你看 念个拿摩佛陀也多幸福啊 结果隔天早上 皇帝 我昨天晚上起来吃东西 连盘子都不见了 到底谁偷了 大家都很怕 谁偷了皇帝的食物跟最好的盘子 哇全国老百姓都在找 那他们不知道是鬼来偷走了 给小朋友吃了 结果隔天上午他爸爸 一门一开赶快冲出去啊 然后呢跑到小朋友那边 哎呦那小朋友还睡得正甜啊 爸爸来说 爸爸谢谢你昨天对我很好啊 妈妈也来抱我啊 给我吃最好吃的 那个时候 他爸爸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朋友说 那你不是叫我念南摩佛陀耶 他爸爸哎呀 佛陀太慈悲了 然后就赶快回家 也带着那个盘子回家 他不知道到门口就被抓起来了 有 原来是这一家人偷的 那个时候就报告 国王把这父子抓起来 要斩头了 那佛陀大慈大悲啊 当然知道啊 辩知一切 佛陀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佛陀 所以各位要学佛的善巧方便 用什么方法 你看 度这个父子 度那个鬼道 度整个国家 度国王 这样啊 结果佛陀出现了 然后这个国王 正生气准备下命令 杀死他们两个的时候 佛陀那时候 一出现就跟国王啊 不要误会他们啊 佛陀就把这一段故事 因为小朋友念了一个 拿摩佛陀耶 这样皈依 所以连鬼都不伤害他 还把皇帝的最好的食物盘子 鬼还变成爸爸妈妈 照顾小朋友 讲给国王跟全国老百姓听 哇 所以全国老百姓都跪下来 拿摩佛陀耶 大家都要皈依了 所以 当然经典讲的这些 佛陀时代真实的故事 一句拿摩 阿弥陀佛 哪怕 你就算要舍爆了 都不会堕落而到 所以拿摩就是 皈依的时候 所以各位在 你内心很乱 脆弱 痛苦 危险的时候 一合掌 拿摩大悲观音菩萨 所有的痛苦都消除掉 所以念个佛号 念个心经 念个咒语 念个菩萨的名号 所以都可以改变痛苦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归一三宝 我想各位搞不好归一几十次了 还归一 但是重点是 今天 九皇大帝 的圣诞日 也叫万神聚集日 天上的神 他们归一可以生更高的天 新加坡的守护神明 甚至更多的神明兵将 他们都有机会归一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期望 我们的往生父母祖先 六道孤魂 都有机会归一 所以这一次 我们特别跟 准提堂合作的目的 就在如此了 所以这个合作 是一种慈悲为动机 双方都没有金钱的交换 但是呢 就希望 能够发挥佛教的 真实的意义 能够让所有神明 将来都成佛 所以我一来也很感动 一般都写个 九皇大帝 那我们准提堂写的是什么 九皇佛祖 所以事实上 是由耀师佛的视线也好 还是由九皇大帝王爷 视线将来成佛也好 神可以成佛 人可以成佛 六道众生 只要发菩提心 归一三宝 都种下成佛的种子 当然我们更愿意 那我们的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流产胎儿 都能够消冤解结 再来业障消除 福报因缘具足 一起发菩提心 归一三宝 那归一三宝 将来就可以成佛 但是话又讲回来 归一三宝 最主要在哪里 当这个小朋友 在畏惧鬼道 鬼哭神嚎 又寂寞 又想爸爸妈妈 他一念 拿摩佛陀也 他就安定了 为什么 拿摩佛陀也是 安住在你的佛性里面 念一下 念佛 当下就是佛 当你内心很烦的时候 你赶快念佛 叫转烦心为佛心 昨天 三十系念 明本禅师又写到 所以丢一个明烦 左水都转为清水 所以你念佛一声 就一分清净 念佛两声 两分清净 当然念佛 广义来说 就是念一下 念佛 念法 念身 这就是归一的意思了 西方极乐世界 之所以叫西方极乐世界 是在极乐世界的 所有友情 都是时时刻刻在 念佛 念法 念身 那我们五卓二世呢 是偶尔念念 大部分是念贪 念称 念吃 念老公 念股票 念心水 念生病 为什么 因为我们被这个红尘抓得紧紧的 紧紧的 你的钱被偷了 你心情就不好 因为你在念钱 你的老公有外遇 那心情更不好 三十岁变五十岁的老 一个晚上 头发白光光 哎呀 因为你在念这个苦 那佛教里面要我们 苦是 本来的嘛 诸行无常 生灭法 本来就会变化 但是你意念三宝 念佛 念法 念身 那个时候 当下你在极乐世界 所以 念药师佛 念阿弥陀佛 念救苦救难 观音菩萨 念大悲咒 念奥马尼 所以 请看回来第四页 当你一念佛 要达到什么样的阶段 观想呢 刚刚念了 性觉灵明 急躁珍藏 我们的本性 那你要觉悟 什么叫佛 就是觉悟的众生 睡醒了 所以你能够 觉醒 你的本性 自信 就能够产生了 这项灵巧 光明 那个时候呢 急躁 急就是空性 躁就是大悲 就是保持在 悲至双运 不是世间的变化无常 佛光普照 佛的生命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的 急躁珍藏 过去呢 追求世间的欲望 苦海无边 回头思岸 习迷 各位过去 你用一个不正确的方法 去经营你的生命 甚至有些人用不正确的方法 来 参与佛教的修行 为民为利 那也不对 所以过去是执着这个我 这个无明 现在呢 你是安住在 性觉灵明 急躁珍藏 所以过去迷思 现在了解了 当下 佛性展露 佛性展露 路堂堂 放光了 所以 终于了解 三宝 佛法身三宝 是 慈悲的导师一样 我们在苦海轮回 三宝 能够让我们脱离轮回 从此案到彼岸 从痛苦到快乐 最主要的归 一半心香 所以各位 你点香的意思 这个香是心香 是深口意的香 叫戒定慧的香 所以五分戒香 你是用心去归三宝 一半心香 把我们整个的生命 这一句话很重要 在藏传佛教里面叫 丧失一切 你要把佛菩萨 把你师父的法 入你的心 特别在末法 看不到佛陀 不容易听闻佛法 你的师父 你的上师 就代表佛陀一样 代表三宝的功德 当然 并不是说 我们的师父是佛 但只是说 我们相信 从 这个师父的因缘 我了解了佛陀 这样 所以当然各位在归一师父 上师 老和尚 各位要把握一个 要点 叫观德不观师 因为是透过他 我们了解佛法 而不是说 师父 我晚上过午不时 你怎么吃呢 所以 那因为 我们只能说 外面的师父 不管他 变化无常 还俗了 但是你内在的师父 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只是 透过师父 而了解的法 成佛之道 这个比较重要了 所以 当然 心里面 各位要永远 有这一半 心香 对三宝的 依旨 乃至呢 三宝才是我们 生命的圆满 从归一三宝 叫圆满三宝的上根 就成佛了 这样来 归一 礼拜 礼敬 法中王 希望大家做法中王 什么叫法 变化无常 在变化无常里面 你永远保持 不变的大悲心 这叫阿比拔志 我们归一阿弥陀佛 我就希望去极乐世界 得到一个阿比拔志 就是体正空性 大悲不退转 各种善巧方便 神通智慧 回向娑婆 度众神 所以希望各位 不要把你的爱人 当作你心中的国王 你生命会毁灭 扣双双斗 扣罪罪斗 这个世界 什么也不能依靠的 那唯有依靠真理 三宝 阿弥陀佛也好 是个善巧方便 最主要是归一空性 跟大悲心 你被砍被杀 没有一个我 在被你砍被杀 你砍我杀我 愿你赶快离苦 那还是保持持病 如果你觉得 有一个我在被你欺负 有一个我的面子 至尊感情 有些女人 然后他先生背叛他 就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 他的这份爱情被侮辱了 他很恨 有爱变恨 所以上回有个居士问我说 师父我要去参加法会 我说好啊 但是我过去的老公也来 我不想去 他关你何事 我看到他就讨厌 他来我就不来 那你心中没有佛陀啊 你拜的是恨啊 全世界多少老公都坐在这边 只是你不认识啊 坐你隔壁的都是你老公老婆啊 爱人恨人啊 不然坐你旁边干嘛 坐你后面干嘛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哪一天你了解了 性觉灵民 我知道了 原来是这样 有因有缘的 早上你坐车来 那个司机过去你爸爸 不然他怎么载你来参加法会呢 他对你那么好 那各位你要了解啊 只要对你好的 都是因为过去也对你好 这样而已 只是你不了解 因为我们生命百千万事轮回啦 所以谁没有做过父母兄弟姐妹 知不知道而已 但是各位 不要追着那个感觉走啊 女孩子很吃亏 这个有缘 抓住这个感觉 你上辈子已经跟他爱好几次哭哭啼啼了 你这辈子还继续拉这个干嘛 连他变狗你都要抱 那你就输啦 所以各位要保持智慧 理性 过去跟我有缘 感谢他 愿他成佛 而不是又去抓住他 老实说 像各位你嫁的先生 娶的老婆 生的儿女 都是几百事的缘 你们什么时候才要解开啊 然后你一辈子就在那边缠着 你缠我 我缠你 这老爸变儿子 所以呢 阿嬷变女儿 然后呢 就一直这样轮回 这个都是迷 所以我们皈依三宝啦 那各位要用三宝的教诫 特别是法 看清楚真相 所以了解万法 都是平等空性的 展现出来的 造极 就是空性 大慈大悲 平等普度 追求的是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智慧 永恒的慈悲 那希望各位 今天听我这样说 每天在家里唱一遍 好不好 你不会唱 赶快这两天 跟赞江法师 拜他为师 唱很重要 有些人就是不会唱 唱了又难听 你口语很重 爱骂人 爱讲是非 就是不会唱 做个法师要会唱 要会写 要会讲 要会做 那这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才能够 庄严三宝 那为什么法会现场 要布置得那么庄严 来 大家鼓掌 太庄严了 以后我盖大殿 就摆这些就好了 看起来像不像极乐世界啊 佛菩萨高高在上 每一个灯都代表一个佛菩萨 一个净土 太殊胜了 所以我也发了个愿 将来新加坡盖一个永远这么大的 24小时吹冷气的 旁边好多房间 睡觉吧 发愿归发愿 以后再说吧 随顺姻缘 姻缘搞不好下下下辈子 对不对 随缘 但是现在当下享受 所以 这几天 师父你最近去哪里 我去沙漠船界 我们现在在沙漠很热啊 正在销业障 所以那边没冷气了 但是业障正好销啊 所以 但是无人和很庄严 好 所以各位每天要这样 念一遍 然后 如果你不会唱 用手机 他们唱赞的把它录下来 那你每天要性觉灵敏这样唱 一直调整自己 然后你发觉你唱的不准 那你就开始发愿 从今天开始 不骂人 不说是非 忏悔口业 特别要念百字民咒 让你的讲话 唱诵 念 念一部地藏经 没有一个字念错的 第一遍让你念的经典 也不会念错 声音好听 又可以让别人 因为你而起了欢喜心 这样 就像小朋友 由心里面 心相一半 那么佛陀也 诸佛菩萨便知 恶鬼道都快乐 整个国家归一三宝 因为他从心里面念出来 这叫心相 一半心相 这样引导的众生 归一礼拜 所有的佛 一切法德自在的 而且能够用应用一切法 度众生的法王 那么香云盖 因为香 点上去了 特别各位做了大烟共 哇 香云盖 这些香 那么上面都是诸佛菩萨 诸大神明 闻到这个甘露香的 恶鬼道 会不会成为天神 恶鬼升天 诸佛超度 一起往生净土 香云盖 菩萨 摩赫萨 意思香啊 就让你活在极乐世界 那你的心 负面的心态就不见了 你就不会去想 就像一个人想要睡觉 却睡不着 他就很想说 我赶快睡觉 怎么会被他拉去 这个叫修行 修行你不要有负面的心念 我喜欢他 我讨厌他 我想到这事情 就有事了 那代表你要吃安眠药了 你要赶快念佛 转变你正面的念头 这个叫修行 修行到你砍我的身体 我都不会痛 不是不会痛 心里不会痛 修要修这个心 叫禅定的心 禅定还是一种 一种力量 要修到空性的心 根本没有我的身体 在被你看 根本没有我的至尊 在被你骂 现在你十八岁 我跟你 变八十一岁 正好念佛 往生净土 免得甲爪高 每天来找我 男人来找你 你觉得你很快乐 业障 所以 因为我修行 就是要赶快能够 专心念佛 现在各位就不敢玩 我还没谈完 恋爱还没有谈完 钱还没谈罢 等我要死了 再来短期出家 所以 有时候 你会觉得 你看不开 要我开什么玩笑 我马上短期出家 对不对 哪怕 没有七天 也三天也好 一天也好 你要争取 要对你 你对三宝的信心 好 我这样 简单的 讲解 希望各位要这样 跟别人讲解 你要懂中文 而且你要有思维 分析的能力 你要有善巧方便 怎么样让别人 对三宝 生起信心 所以 地藏王菩萨 辩才无碍 那这个辩才 来自于慈悲智慧 那各位 你要懂得 跟自己讲话 这个叫禅 再来 跟别人讲话 叫慈悲 所以心经 你会背 你会念 那你要把心经的意思 好好的 去 闻 诗 修 这个心经就让你达到空性 那这个空性 安住在空性 心无挂碍 然后 如何把这个心无挂碍 分享给别人 那就就是慈悲了 讲解给别人听 用深口意 展现给对方看 这是大乘最重要的修行 劝进行者 所以我们新加坡福报很大 那 可以听中文 可以听英文 所以 很多上师来会讲英文 各位可以听到佛法 但是各位要发挥你的语文能力 那把这 你会讲的 也去跟别人分享 那你不要光吃饭 只要有机会聊天 就跟对方分享佛法 那这个佛法 如果你已经入心了 讲出来 变你的 不一样 哎呦 你这个人真慈悲 而不是嘴巴慈悲 你这个人呢 真有智慧 无碍 自在 而不是嘴巴的 空空 结果肚子饿就不空 一受到侮辱就不空 很久起烦恼 那如果你能够正入 正入法性 无神法人 又能够对众生 有平等大悲 那就是极乐世界再来的人 阿比拔至菩萨 广度众生 那这个你要透过 你的身口一个表现 第六页 各位既然已经诚恳 精进 申请 要归一三宝 可耳 这个说不是为我们 念一下 思为众生苦 生起大悲心 愿轮回 无名有情众生 同来到场 归一三宝 离苦得乐 大秤就是 没有自己 时时刻刻 想念的是众生的苦 我想就像各位 你儿子感冒了 那你心里一直意念了他 你妈妈生病了 哎呦 心里有一块石头啊 很痛苦 就希望妈妈不要有一点点的痛苦 那这个只是一个凡夫的 正常的心态 就像各位看网络 哎呀 小狗死了 母狗会 母狗会哭耶 对不对 猴子死了 变成尸体了 猴妈妈还抱着 这是 人之本性 众生都有这个本性 只是这个本性 如果没有智慧 它变成一种执着 如果这个本性变成一种智慧 那任何一个众生苦 包括你刚刚杀掉我儿子 你在生病 我心里都会很痛 都想要救你 为什么 不忍众生苦 而生起大悲心 愿所有还在轮回 不了解三宝因果的 接来到场 归一要生起这个想法 一切都是为众生 所以魏如等传授三归一 所谓三归一则 就是指我们回向一子 过去我们归外在的一切 变化无常 我们现在了解了 所以回头一子叫归一 所以佛法身三宝也 当然世间最圆满的是宝物 宝石 但是三宝才是究竟的宝 生命之宝 众生之宝 所以一样用宝物这个名字 归一则是归向 以前归向是错误的 所以归是一个正确的人生的方向 所以我们懂得孝顺父母守五戒 我们懂得进一步出离心 要原谅别人的悲心 那你开始要归一这个真理了 各位千万不要说 我是三宝弟子 骂人又骂得好凶 又嫉妒 起烦恼 因为你归一三宝了 结果你 你还是用你的凡夫的想法在做事 你又离开三归一了 我归阿弥陀佛 所以我要学阿弥陀佛 我归地藏王菩萨 我学地藏王菩萨 我归观音菩萨 救苦救难 所以归一是归向整个生命 生口意特别心态 依子的三宝的教界 依佛为师 即觉悟也 佛代表圆满觉悟 佛代表我们的自信 那各位要依佛陀的思想行为 菩提心来找到自己的菩提心 因为菩提心本性是我们本存在的 就刚刚讲了 妈妈爱儿子 那是自然无虚伪的 这个妈妈可能是很毒 会杀人的 但是他对自己的儿子那种 疼命命爱惜 那这是我们本来就有了 那各位要 要觉悟自己的本性 所以从外在的佛 找到内在的佛 叫外归一 内归一 保持在这个状态叫密归一 密归一就是你心里 要保持在念佛三昧 密就是连续不断的意思了 归法 以法为师 那各位就要按照 佛陀在经典说了 所以你要看经典 听闻经典 不然你不知道 我归什么 各位千万不要做 佛门老油条啊 到寺庙来 很会做义工 但是翻脸吵架第一名 搞派系 那这种人很多的 那有时候我来办法会 还有菩萨说 师父我来参加吗 可以啊 因为我现在跟他们不合 我跟谁不合呢 那我都没关系 你就坐旁边 人家也没有跟你不合啊 那是因为你搞派系 所以我是那边的 我是那边的 我的领导走了 我也要跟着走 这样 所以你根本不是归法 你是归人 这一群人 那一群人 那不是搞派系嘛 搞分裂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这个观念 这个是伤害佛教 这个叫破合合众 一个修行团体 部分在家叫生邪众 如果你认为 你是归黄派的 不是归蓝派的 然后呢 你这一派来 我那一派不行 然后就乱掉了 搞分裂 那你就一直在破合合众 因为你一直支持 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要增加黄派的 下回选会长 换你们这一派 那你就完蛋了 而且各位归三宝 也千万不要在这边 找亲戚朋友 哦 你是我儿子 哦 可能我是你爸爸 然后呢 就开始 劫情仇党 这样 不能脱离我们黑派的组织 所以 你跟我好 我跟你不好 那这些问题 这个都不是了解佛法的人 了解佛法 就要放下这个对立 所以很多人要出家 出家不容易啊 你一定要在生团里面 被看一两年 你跟这个人 跟大家合得来了 也接受生老病死了 然后呢 不会再抗拒佛法了 你才有正式出家的机会 而不是说 今天里头 明天做师父 没有的 这一点汉传佛教 非常严谨 非常严谨 出家 就是要观察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办短期出家 很怕各位 短期出家完以后 不回家了 我要跟你说 你没有资格 你只是短期出家 赶快穿回便服啊 把衣服脱掉 你不能穿了出家衣服 能晃来晃去 人家 你还问师父是谁 海涛法师 我没面子啊 吃喝嫖赌 天天找女生 所以那这样也不对啊 因为出家人 那你就要分开了 男归男 女归女 那有些人 虽然说短期出家 是各位种个善根 不代表你可以长期出家 但是如果你愿意长期出家 就跟出家师父要学习 看看你可不可以 真实的出家 那至少要了解 所以 但是能不能呢 你就看你自己 有没有第二句话 有没有规法 以法为师 按照这个法的规范 规矩 去做 出家人连吃个饭 走路 开车 做什么事情 都要成为别人学习的对象 千万不要被骂 是不是 被骂 出家人穿得不庄严 出家人讲话不庄严 那这样 那你怎么做人间模范呢 所以出家人是天人导师 那你只要以法为师 再来 以身为师 各位归一了 那我们要学习 以佛为师 以法为道 就是这条路 以身为有 那你 这个出家人要成为别人的模范 那我们自己 你归一了这位师父上师 你要以他为 你生命的模范 师父吃素 当然我也学吃素了 师父 不生气 偶尾要学不生气 师父 慈悲 偶尾要去学慈悲 所以有一句话叫 念一下 以师字为己字 当然这位法师 他是发菩提心的 以佛心为己心 这是这位法师把菩提心 展现在他的生命上面 给我们看见 所以我们医子这位 善知识 所以一身为师 即清净 无真无然也 那各位要 出家人 这资格 至少要清净心 无真无然 不要跟人家吵架 不要批判佛法 我们大称好 南传佛教不好 我们汉人佛教好 藏传佛教不好 讲这种话 都是伤害佛教的 搞破坏的 分裂合合的 这不应该 特别在新加坡社会 我认为新加坡 南传 汉传 藏传 所有的法门 感谢新加坡政府的 这样子的 护持各种宗教 不分天主教 基督教 所以新加坡很和谐的 对不对 像花园一样 但是各教派 都有他的精髓 我们可以去学 但是不要因为自己这个 对方那个 就说人家不好 一个人要学佛 那你要懂得去学 就算你不是佛教徒 你有优点 我也要学啊 对不对 何况是佛教徒呢 所以佛教徒叫 万行无亏 但是各位 你不会科学 你不是博士 你不是演唱家 但是我们随喜 对方的功德 因为你将来要成为佛 你不会唱歌 没有做过政治 没有做过科学 你不能成佛的 成佛呢 要 世间法要圆满 只是不执着世间法 还用世间法 去帮助众生 这样而已 世间法就是插花 音响 摄影 声音 难道佛教讲空性 然后就毁灭 所有世间法吗 不对了 佛教讲的是 万法的本体都是空性 善巧方便 使用世间法 去帮助世间的众生 而不是 我们所谓出世间法 不是脱离世间 是不执着世间 今天要办法会 没钱可以办法会吗 有钱争好 但是不要执着金钱 但用金钱来 做各种的功德 来结善缘 而不要说我出家了 我讨厌钱 这样 这个讲法就不符合大悲心 不要供养我 我们出家人了 修行人家拿红包给你 你不接受供养 犯菩萨戒 为什么 众生要种福田吗 那钱也不是给你的 给菩萨的 对不对 你是菩萨嘛 所以我供养你 你替我去供佛摘身吗 做好事吗 是这个想法 但是如果你不懂 那你可能就会批评 那就错了 所以各位归一生 我希望各位归一的 师父 是一个对世间宗教都尊敬 对佛教的各种法门 都尊敬学习的对象 而且你的师父 虽然你在念佛 师父说 你可以去打坐打坐 你跟你师父说 师父 我现在跟你念佛 某某上师要穿 我可以去灌顶吗 OK 带师父去 我也要去 这个师父伟大 所以汉传的蒙山 藏传的燕贡 一样 对不对 那 只是因为念法不一样 但是动机一样 所以离一切相 离开法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连这个法旨都不能有 万法都是佛法 只要动机 符合慈悲心 空性 都是佛法 好 所以 一身为师 其清净 无真无染 我今天花比较多时间讲解 我认为 一个人对于归一三宝要负责任 而不是人云亦云 你归一我归一 大家一起来归一然后一起来吵架 然后翻脸的时候都无法可循 所以这个是不好的 就像各位你要结婚了 想清楚没有要结婚了 那你要包容要忍辱 要接受 那你结婚以后在那边讲后悔的话 叫你离婚又不要 所以那你就是你不了解结婚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结婚嘛 本来就女人婚 那么不叫结婚 但是你要知道 结婚是要去度对方家差一点婚 那你去吧 度到他去出家了 那我正好出家 可能你跟他有这个缘吧 可以 但是你的妒忌 不再去追求对方对你好 如果你追求你所谓世间的幸福 那你就会觉得很痛苦 好 所以 即经依此住持三宝 佛像经典出家人 那我们看得见了 这叫住持在这个世间 和会归理性三宝 觉性 法性 清静 归觉 归真理 归清静 然后呢 把三宝成为你的生命 如等既知三皈依的义礼 则应当先离请十方三宝 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把十方佛法身三宝都请下来 告诉他们 我们皈依你们 对不对 依止了三宝 而不是依止一尊佛 有些菩萨说 师父我是拜这尊的 你是拜那尊的 佛佛道同 什么不同尊 所有佛都是释迦牟尼佛讲出来的 九皇大帝是不是佛啊 要是佛显现了 你不要看他 佛菩萨伟大呢 你乞丐 我跟你做乞丐 我度你 所以佛叫百千亿化身 你是人 我也跟你变成人来度你 跟你一样要生老病死 所以佛会用各种的方法去展现 各位这个观念很重要 你看到一个小小的神明 你都当作他是佛 你把他当作他是佛 他就变佛 这就是众生皆有佛性 小小的神明 你更尊敬他 他更高兴 很快他就归一三宝 但是你看不起他傲慢 这个神明 你看你们拜佛的多伟大 你自己伟大吧 他看不起你 所以学佛以后千万不要 看不起土地公啊 地基主啊 各位家里有没有在拜地基主 有没有 我这样问好了 没有的举手 你还真举手 你还真举手 赶快回去拜 地基主你不拜 你这个人不知感恩 这个房子就有一个地基主 守护在那边 认为房子是他的 你去住人家房子 谢谢你 就像祖先的父母旁边要不要摆个地基主啊 土地公 你不拜土地公怎么拜父母呢 你把祖先父母放在那边 感谢土地照顾啊 连死的都要拜你 活的还不拜 所以再问一次 家里不想拜土地公了 请举手 回去拿个纸牌子也没关系 纸牌子放在那边 土地龙神 初一十五摆个面包啊 对不对 台湾人说麻糬最好 因为老土地没吹起啊 麻糬 放一杯水 饮料 哎呀 家里会不会发财啊 发财 你照顾我 我照顾你 里面大楼没有管理员 你很穷哦 住那个没管理员的大楼 所以 那你 你拜拜土地公 感谢他 我们是皈依三宝 土地公 成为佛教的护法 这个很重要 好 所以 各位了解了 应当先请十方三宝 以为医护之尊 从今天开始 老公老婆 金钱儿女 不再是你医护之尊了 这样了解吗 因为你皈依三宝了 那对老公老婆 儿女呢 尽力而帮助他们 这是我们的因缘责任 但不是你皈依的对象 这样听懂了吗 听懂了 土地公也是我们感恩的对象 但不是医父的对象 所以有人问我说 师父九皇大帝可以拜吗 在家可以 出家不能跪 虽然九皇大帝搞不好是佛 但是他故意要显现世间神明 被斩头 没有头来度众生 他视线的 所以他喜欢这样视线 去度众生 所以我们心里知道就好 在家可以礼拜 出家不礼拜 就像二十四护法诸天 是佛菩萨来的 出世间护法 但他视线外相 是在家相 留胡子 对不对 拿武器 那你出家 就不能跪拜 这样 但是心里了解就好 那这些佛教规矩啊 各位还是要了解去看 所以有人跟我批评 说海盗法师 你现在从佛教已经跑到道教了 一下三代祖师 一下九皇大帝 再来了太主牙 这宫 你怎么都 你变了吗 然后去欧洲美国天天拜圣母马利亚 典香 耶稣基督 那你在干嘛 哎呀 我说你有偏执啊 我们是怀着悲心 到天主教堂 先请赞江法师念玫瑰经 我们再来念新经 大悲咒 最后回归三宝 你也要去度众生 那里面有众生啊 那些让圣母马利亚功德更大 对不对 让他福报更大 那都好呢 所以我想这些道理 各位要了解 但是心里面知道 今天我做会长 明天人家把我干掉 随缘 因为我是归一空性慈悲 不是归一会长 如果我出家了 我很在乎这些位置 住持会长 那你等于没出家 你还有家 你被关死了 所以出家的意思是 出离约束束缚 得到自由自在 还可以去帮助众生 再来 赐对一切万灵 而作正言之主 这万灵就是这些 城隍爷 听说我们新加坡 城隍庙很大 各位有时候要去拜城隍庙 城隍庙呢 这个大城隍 也是佛菩萨的化身 你身上有一个鬼 晚上睡不着 或是你朋友 看他脸色发黑 好像有个冤青寨主 这个就要去找城隍爷了 城隍爷呢 有些道教的讲法 这个人拿黄旗 红旗 粉红色的 要他命的 这个叫死亡令旗 讨债的 这个时候谁也解不开 那你就要去找城隍爷 做主 然后呢 然后自己跟那个冤青寨主 忏悔 城隍爷答应帮你做主 那你只要把功德忏悔完 他就超度了 城隍就是像法官一样 主持对错 因为世间的讨报 那这些呢 就成为世间的万灵 成为我们的护法 证言之主 保护我们修行授戒 一直到成佛 包括上帝玉皇大帝 一直保护西达多太子 对不对 从出生到涅槃 没有这些上帝 没有四大天王 释迦牟尼佛出不了家的 都是如此 这我们了解 所以 如等七历合掌 自心做官 要从内心里面 观想 十方诸佛菩萨 所有神明 特别这一次 大家归三宝 九皇大帝 做我们正言之主 保护我们受戒 所有神明 但是不是为我们自己 带着父母主线 六道众生 要观想 接来到场 发菩萨 归三宝 大话 啥 平成佛 啥 平成佛 平成佛 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慈悲、平等、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那么功德尊天 这个在佛教也叫大功德天 大功德天 然后它是排在第一 为什么 它也是个佛菩萨 这个大功德天就是一般在念 念一下吉祥天女 它就是一个四给四间吉祥的 所以叫吉祥天女 然后有个说法 它就是北方财宝天王的太太 然后它的妈妈是谁呢 它的妈妈就是各位在照顾胎儿 祝生娘娘 欢喜母菩萨 鬼子母是它的妈妈 然后这个大功德天 它呢 右手拿莲花 这个拿莲花就代表把所有的功德 布施给众生 左手呢 左手就拿着 有时候拿水 一直在撒钱 走到哪里就撒钱 佛经说撒金钱如流水 然后布施金钱给这个世界苦难的众生 所以大家称为它叫大功德天 事实上呢 它是四线女人 然后当然它为什么有这个功德呢 在金光明经里面写的功德天品 在过去有一尊佛 念一下 宝花功德 海流离 金山宝 照明如来 有人简称叫 宝华功德佛 在这个佛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 大功德天已经种下种种的善根 所以他种这个善根 他发愿了 他可以随他的念头 他的眼睛看到哪里 他人走到哪里 都可以使无量的众生 得到世间的快乐 所有的财宝 而且想什么就得到什么 资具珍宝 西街巨竹 所以 而且大功德天说 只要有人 称念礼拜金光明经 所以我们念下来 那么金光明经 我们也供在上面 只要有人 供养金光明经 来供佛 乃至用种种的香花灯土美味 来供养 金光明经 或是供养 大功德天的时候 乃至念诵他的名字 再念一次 来 那么大功德天 那么吉祥天女 然后这样供养 然后供养的人 想什么就得到什么 这是大功德天的愿 得到资财宝物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